好 买点零食 我看好多零食都是中国零食 那你不是谁来的吗? 不是 我们也是刚刚碰到 在下面刚刚碰到 我也不是谁来的 老板娘老家哪里啊? 是在美斯勒 美斯勒的那个就你爷爷 爷爷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吧 以前我也不知道 中国哪里 云南 是云南 大部分都是云南过来的 那你云南话还会说吗? 会说啊 你跟他讲云南话的 刚刚那个小姑娘是云南人是吧 好的 买这个 我们是浙江的 知道吗 浙江有杭州 对对对我们就是杭州的 杭州有那个棉被 棉被啊 对 蚕丝 对 去过吗 韩州去上海 静静的 对静静的 有没有去玩过? 有没有去玩过? 所以我才知道啊 你去玩过了是吗? 还有去到黄山 黄山在安徽也不远 最近我们去 从北京坐飞机到杭州 杭州驾车 他们旅行团带 我们去到黄山 黄山住了一个晚上 又下来去韩州去买 明思费 买好了又去到上海 去住了一个晚上 还是两个晚上 然后就飞回来了是吗? 是几几年啊? 我也很多年了 差不多十二年了吧 十二年了 十二年相当于是 零九年 零九年 带我的阿公去 带阿公那个时候 他想要去北京 北京长城 他到长城那边上去 他很高兴 很喜欢 他在泰国这里也很出名 都知道 泰国知道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的长城 对不对? 对对对 都知道是吗? 都知道啦 对很出名 我们亲戚很多在中国 现在 现在很多亲戚 对很多亲戚的 这个也是中国吧? 桂林啊? 是像中国的 像桂林 像桂林啊 有点像 但是这个看起来 有时候也是像那个 新疆是吗? 新疆 对 也很像 像那个叫什么?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 对 香格里拉也很像 像的 很好玩 很多泰国人 有趣啊 可能在泰国人心目当中 很出名 我们从这里去 从千孔 这里去 大老阿 老阿除气 我们有亲戚在那边 我爸爸还要回去 还想要回去 但是现在 现在不开放 以前 不开放 对 不开放 如果开放的话 还要带我爸爸去做 对 老阿过去 就是云南 蛮好玩 西双坊 我们有亲戚在西双坊 还有亲戚在那个 叫什么 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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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也都来玩 现在已经开放 不像以前 以前我们亲戚去 不敢认我们的 不敢认啊 因为那个时候 政治因素 对 国民党嘛 对 那个时候很怕 但是现在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其实说起来 瑞士 他的那个风景 中国也是不差他 也是不差他 对 中国又便宜 又好吃 又好玩 对 中国最好 中国最好 去澳门 去澳门 去吃 又是吃 中国人就喜欢吃 他也吃得很好 那边好 吃得好 但是中国 不是那么贵 不是那么贵 对 好 谢谢你这个三一三 多少钱 蛮好的 对 广州那边很好吃 对 对 云南这边好吃 云南是辣的 油太油 对 广州那边好吃 老板娘也爱吃 对 我们是喜欢吃 北京好吃吗 北京我说没有广州好吃 没有广州好吃 因为北京东西偏咸 广州的可能清淡一点 广州我们就好像比较 土港跟广州的就很好 没错 好 我们喜欢吃 以前去香港吃 去香港吃 去香港吃 现在香港不那么好吃 不那么好吃 对 就像以前了 已经改变了 对 香港也比较费了 一共多少钱 两百二 好 谢谢老板娘 再见 谢谢 拜拜 口罩带着带着 断掉了 哎呦 到车上再去换吧 现在泰国反正也没有强制 必须戴口罩了 我们现在上车上车 然后开着车到那个关口去看一看啊 本来我在想 以为可能关口开了 会有这种半日游啊 一日游的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到那个老 缅甸啊 可以到缅甸这个地方老说不明白 哎 老窝啊缅甸啊什么的 可以到缅甸去玩一玩 之前 疫情之前这个关口开的时候 他是可以这样一日游 而且他都不用签证 直接你把护照押在哪儿 他一日游回来 然后你再取你的护照就可以 特别的方便 现在他不开 不开的话我们也只有开着车过去去看一看啊 看看大起立的那一边是怎么样 逛完这个编冒市场啊 我们现在接着往他们这个 泰国和缅甸的国门前进 但是现在过不去啊 我们只能在这儿看看 反正对面的那些山啊 信号塔呀什么的都已经属于缅甸的大起立了 没法去 啊 本来的话 应该这个铁门会开着的啊 现在他都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过不去了 近距离开一开 这两块28.5度 28.5度 哎 他旁边这里为什么能开 旁边这里开下去是哪里 我开过去看看 反正不能开好回来的是吧 哎 那这样过去不就是 哦 下面也是个掉头道吧 他这边过去就是一座桥 所以是河那边属于是缅甸 对吧 河这边就不是这边啊 开进来又是到这个市场了 又是到这个市场了 然后桥下面就让你掉头了 啊 开不过去了 哦这个是我 这样是离缅甸最近的一次了 哦 看到河了 这个其实就是湄公河吧 哇 河水今天这么高啊 那今天晚上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不要被水 哇 不对 这里你看都没掉了 没掉了 它下面其实是台阶原来 哇 水位这么高 啊 我们从这里开出去 我们现在就从这里过去了 那么河对面就是了了 就是缅甸了 这边都是大吉利的广告了 大吉利的广告了 大吉利高尔夫球场我看到 哦 是吗 那我们就一直沿着这个湄公河开了 对吧 嗯 好 我们沿着湄公河 打算一直到金三角的那个真正的三个国家交界的那个点去看一看啊 然后路过就看到了这个光华光明华侨公立学校 啊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庙 他们这个地方很多的这一类的中文学校 他其实很多都是挂靠在寺庙下面的 我们开进去看看啊 哎呀 这前两个字 第二个字认识 是 第一个字还不认识 光明善堂 啊 他这里的学校 报名时间 报名是5月5号到13号 报名地点校长办公室 哦 就在这个寺庙的下面 哦 这是个学校 对 后面是学校 啊 今天放假 今天放假 光明善堂 哇 光明华侨公学 就因为之前啊 这些中文学校在泰国它是禁止的啊 那时候他们想开这一类的学校 他没有办法 他挂靠在寺庙下面就没有关系 所以的话很多这一类的中文学校在这一块区域都是挂在寺庙下面 然后向右转 乐学 进取 明德 高贵 哇 很像样子啊 哦 还有几个小朋友在那打打篮球呢 来我们进去看看找地方停车 找个合适的地方停车 啊 这里 进去吗 后面啊 可以啊 后面去看看那边是图书馆 有好多个国家的国旗啊 插在这里 看看啊 认识几个 认识第一个菲律宾的我认识 泰国 印尼 柬埔寨 新加坡 越南 缅甸 马来西亚 老挝文莱 啊 这些国家 啊 东盟 十国都有哪些国家 啊 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就是东盟十国 对啊 可以啊 学校禁止吸烟 谢谢配合 啊这边 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个长城 哎呀刚刚跟老板娘也在那里聊这个长城 这个长城画的真的是有点潦草的啊 长城 中文 哦美赛光明公桥 工学教学楼捐献者方明 啊好多捐献 哎你看看都是华人 徐丽潭先生 刘玉霜女士 本头公庙啊 美赛本头公庙啊 吴洪峰博士 融合利宝号都捐多少钱我看看 哇 最下面的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七百八十多万啊 下面是三百万一百万一百万一百万 哇 哦这些华人真的太厉害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 哇这些都是十万起啊这边 哦下面都是个人了 个人的一些名字了 一万五千五千啊 最少的是五千 捐款在五千以下者共计这些 总金额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三千四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块六 啊捐了这么多钱 三千多万呢 相当于是六百万将近七百万人民币 啊从这个教学楼出来这边有一个 篮球场里面都是小朋友在打篮球 哎呀看到篮球手痒痒 多少年没打篮球 自从脚骨折以后就再没打过 这样一来就已经有五六年都不止了吧 没打球 你好 你们会讲中文吗 都会讲中文啊 一点啊 你们都是美赛人吗 都是这里的人 然后在这里上课吗 然后这里是用中文教课还是用泰文教课呀 都是用中文 你们是爸爸妈妈希望你们能学中文是吗 是 是华人吗 你们是华人吗 是中国人吗 泰国人 你们是属于泰国人 但是爸爸妈妈希望你们能学中文到这个学校来学中文是吗 啊好你们玩不打扰你们了啊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几个孩子啊都是泰国人 父母希望他们能学中文 所以就到这个地方来学习 我一开始看到他们我以为是华人的孩子呢 没想到泰国人现在也确实都在学习中文 好我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湄公河开啊 晚上我们今天就打算是住在湄公河边 住在湄公河边的那个酒店里面 但是我刚刚看到湄公河边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水啊我看的都有点怕 因为最近雨季嘛我刚才也在说了 就是说雨季的话你们如果到泰国来旅游 总归不太方便 到山里呢都是山洪 到了海边呢都是惊涛海浪 所以山洪可能会引发这个湄公河的水位上涨 我们去看看吧 之前我看到最低的时候那个水位我趟着水就能过去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走我们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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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